佛弟子回家过年,如何孝顺父母? 作者,福安古观音阁 过年了,大家都要回家 家无论如何救,只要有父母在,都是温馨的 家不是房子,而是亲情的一种牵挂 回家后,要孝顺父母,父母是我们的源头 佛教讲人参难得,山经鬼魅修行几千年,都是为了修到人参 我们能得到人参,父母的功德,是第一的 单单这一点上,我们对父母的感恩,就是很难报答 过年回家了,首先,不要偷懒 要多帮父母做事情,打扫家里的卫生,煮饭,照顾好父母 这一点很关键 很多人回家了,父母很开心,都不让他劳动 要给父母多多关心,不要让父母来关心我们 第二,要多听家人的唠叨 不要一回家,听父母抱怨,就不开心,不要这样子 人到年纪大了,他想的东西,比如说要孩子结婚,或者其他的 他心中有个挂爱,然后就会唠叨,唠叨一下,他会比较舒服 唠叨就是排阴气,平常他心中的一些怨气,或者有些话,想讲却末有机会讲,就会堵在心中,一直堵在心中,他就很难受 当然,也不要把父母的唠叨太当一回事,人老了,有时候就像小孩子,很任性,所以要哄一哄老人家开心 第三,皇帝内经讲,人到了更年期后,如果脾胃不好的,对外就有一种表现,莫有安全感,就会喜欢收集很多东西,一件又一件,都舍不得扔掉 堆的满屋子都是 这是个老人家的习惯,老人虽然老了,但心还是明亮的,要多跟他讲讲话,讲一些开心的话 他因为莫有安全感,更需要晚辈的关心 年轻时,血气充足,什么大挫折都不怕 到了年老了,气血不足,人的心就散掉,也就缺乏安全感 晚辈能给他们关心,是挺好的 如果父母有干气欲接的,就要检查一下房子 根据药师法门,房子东方不要放尖锐的工具,像刀子啊之类的 那房子有死角处,有垃圾的,也要处理一下 而房子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大厅,大厅要整洁,不要放杂物 大厅是和父亲相关的,那厨房和后厅,是和母亲相关的 过年回家,整理卫生,就显得很重要了 父母就住得比较舒服 人和环境,是互相影响的 父母有经常生病,或者有业障的 除了做好卫生,最重要的,是给祖先和他们的冤亲债主送地藏经 父母生养我们,都会造杀业,坐月子时要杀鸡,平常过年又要杀鸡呀等 这些杀业都是父母因我们而造下的 现在我们学佛了,要好好念的藏经做功德给他们 如果父母反对你学佛的,你也不要担心说 父母会匪棒三宝,他们还不至于 学佛人,不要拿住因果来要求别人 父母会反对,是我们做得不好 要好好念经给他们 还有个吃素问题 如果你长期吃素 父母不同意过年就逼你吃肉 你吃时没有很享受,很欢喜 这个肉吃下去,肚子不会难受 也不会算破戒 如果你吃的感觉很好吃,那就破戒 一个师兄,长期吃素,他母亲端肉给他吃 他把肉放到嘴巴里咬住吃了 晚上做梦,梦见房子漏雨 师父说这就是他的戒破了 护持吃素戒的护法神走了 这些护法神,是看人的起心动念的 所以吃肉时,不要带住好吃的心 或者有营养的心 不然护法神就走了 如果你很逼迫的,无奈的吃 那莫有关系 当我们善业重时 家庭和母,父母都好 恶业重时,就会出现重重问题 家里有是非,有口舌等 不是凡夫能控制的,这也是业力的可怕 这时,念地藏经 功登做功德,是最好的